桌子上这两个是龙骨 好多的花友问我养点什么东西 能够在家里长大 还有不怎么用操心的 其实龙骨老花爷就比较推荐的 你看这个 还有两种 一个是这种带紧的绿色 普通的绿色现在没什么观赏价值了 老花爷给大家搞这个 还有你看这种红色 这种红色一般在秋天会变得比较红 一般的时候就是秋天容易上颜色 这个黄色能出紧了 可以给一些光照 龙骨是非常好养的 你像如果说像我这种房间里面去养一盆的话 一年浇个五六次的水就行了 也就平均喝到两个月浇一回水 一个月浇一回水那种就完全OK了 非常的耐旱 肥料也不要很多 因为它长得慢 所以说它慢慢都能长得很壮 这种小小的一个叶片 当咱们家里面空气湿路很高的时候 会长得比较多 然后呢去多接触一些光照 来给自己吸收营养 如果它家里面很干燥 比如说你放到太阳底下很晒的时候 它或许叶片就长得少 你看看这个刺 刺也是它的意愿 就是很特性的一个东西 它能长得很高很大 最低温度不要低于三度 光照可以给强一点热一点都没事 消水就尽量汗一点 这玩意没有汗死的 很少有汗死的 就是你看到盆土干不行了 你再给点水就行了 肥料我们选择通用平了 对土的要求也不高 什么煤菜扎子 什么沙冻完全不可以的 肥料也没啥 比较好玩的一个 你们如果说喜欢的话 我给你们搞了一点不多 对吧 放到下方小弄 算是两种 价格也不贵 好了 肥料不错 今天点个赞 我是老花姨 小花俊子 先下期再见 再见